古银行号称世界的明星银行 中国明星 欧洲明星 好莱坞明星 很多明星都是把钱存在硅谷银行的 大家知道还是什么银行 它和我们息息相关的 反正有钱的地方都和我们有关 最重要的事情 王岐山 沈南鹏 江志成 潘石屹那叫小娃娃蛋子 活求该了 多少中共的白手套 多少成天帮助共产党 在海外灭爆的中国的官二代 还有这些给共产党共同作恶的人 他们多少钱都在硅谷银行 SVB里边的多少钱是中共国的 大家想过吗 SVB像美国这家银行 最起码超过15% 阶级20%是中共的钱 可以这么说吧 这次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 这次是替我们隔空取钱 更重要的是这次 把这些娃娃蛋的钱灰飞烟灭 还有人做梦拿回50% 联邦政府付钱做噩梦吧你 硅谷银行在欧洲 在亚洲 在英国 在中共国都有分行 它大量的钱 所谓都是明星钱 而且绝大多数的客户都是共产党的合作者 那不是开玩笑的兄弟姐妹们 SVB银行几乎是数字货币领域老大 意味到什么呢 在整个区块链数字货币这块 中共国是天下第一 第一到什么程度 你要想做区块链 你想玩大了 你没有它这个银行几乎就是不可能了 严格讲它就是区块链界的芯片 它这个钱不光是钱数的问题 是整个金融领域区块链数字货币 整个这个领域的崩塌 就你把法币想连接到数字货币 你把法币搁哪啊 不是每个数字货币都有法币的存储银行 洗联储也不能把钱放在家被窝里 就中间商把法币和数字货币的交换者 和来回支付的兑换者就叫SVB 洗联储从第一天就开戴了SVB